最近外国媒体大肆炒作中国经济不行了 中国经济要完蛋了 中国辉煌的日子要结束了 在他们写的文章中 中国经济不行的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中国吸引外资创历史新低 另一条则是大量外资开始从中国进行撤离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从改革开放开始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依托吸引外资的方式来进行国内紧急发展 甚至吸引外资一度还成为地方官员的行政考核指标之音 现在外资开始撤离中国了 中国吸引不了太多外资了 在很多外国媒体的眼里就是中国的经济不行了 但是他们有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种可能只是说可能 现在中国吸引不来外资了 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行了 是因为外国的经济不行了 外国人之所以要投资中国经济 肯定不是为了来做慈善 最终还是得落在挣钱这个目标上面 但是现在随着美国串联西方国家 对中国进行各种经济限制 同时对那些投资中国的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 再加上他们的商品来到中国后 价格和质量上还不一定能打赢中国的同类商品 里外里来中国投资最后还得亏钱回去 外国企业肯定不会上赶着再来中国当冤大头了 所以外国人投资变少了 中国自己的本土企业和品牌 拿到那些本来是那些外资企业占据的市场 同时由于最近几年国际经济环境越来越差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开始重新走贸易保护主义 不仅削减对外投资 尤其是美国还在想尽办法把海外的那些资本吸引到美国 由于给美国的经济寻命 可以说目前我们本身就处于一个全球资本总量整体下行 逆全球化成为潮流的世界 如果放任美国人继续这么搞下去 那么全球经济迟早会回到20世纪 2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样子 为了防止全球性经济倒退 既然世界市场上没有外资了 那么就让中国人来当这个外资 美国人不愿意盘活全球经济 中国人来盘活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中国在构建全球经济体系上 花了大功夫 先是召开一带一路峰会 全世界150多个国家都来中国了 就连一直和中国不对付的韩国 也是嘴上骂骂咧咧 身体非常诚实 毕竟没有任何发展过不去 联合国一共有200个加盟国 150个国家来中国 就意味着全球四分之三的国家 都支持中国一带一路这项计划 一带一路只代表了中国的出口 以及中国的资本走出去的过程 除此之外 中国还要进行进口 只有让经济流动起来 有出有进 一个国家的经济才能变得更加健康 所以在一带一路峰会结束后 中国紧接着还搞了进博会 进博会又叫进口博览会 其主要目的是要突出中国对扩大进口的意愿 这对中国也是开放中国国内巨大市场 不像美国一样搞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 为了更有效地走出去和引进来 中国还设立了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我国希望这些自贸试验区 将会采用些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 也就是说要使用比WTO还要高的标准 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这些行动都是在向世界展示 中国坚决不走逆全球化的道路 而中国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 大同全球的经济大循环 相反美国的那一套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此路不通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美国人花上了十年二十年 执行贸易保护主义 把全球金融资本吸收到美国一国的境内 是 美国钱多了 金融数据好看了 老百姓能拿到的工资可能也会变多 但是美国的商品还是那些 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变 不仅工资涨了 物价也涨了 甚至物价涨得比工资涨得更快 最终结果是 经济在短时间内确实能看到繁荣 但长久下来 民生并不会有任何好转 所以只有经济全球化 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才是人类文明未来的唯一选择 单纯凭借一个国家 能拿到多少外国投资来看 这个国家的经济好不好 和单纯用一个GDP等指标一样 都是非常天真的行为 给大家看